歌手阿令即将发行专辑 其中一首族曲歌 收录三首马郎部落当地鼓摇 为了征求部落同意 唱片公司派代表和马郎部落阿美族人 召开部落会议 希望取得同意授权 部落的潜意一直都没有去追求过 因为我们已经私有化了 所谓部落宁记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了 所以很多的潜意就是这样 在不知不觉中 因为没有人的关心 没有人的在乎 就在乎自己的时候 这个所谓前提的智慧财产权 变成被忽略了 这张专辑共饮用三首鼓摇 包含饮酒欢乐歌 拜访歌以及阿美颂 并改编串成一首族曲 马郎部落族人也临时组成 大马郎文化著作群委员会 和唱片公司进行西部协商 初步达成共识 因为索林公司要征求部落同意 就是说三首鼓摇 要放在阿令的专辑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做了两个结议 一个就是同意 罗夫倩一再强调 应该公司使用 但是有关细节的部分 其实必须要透过这个十一个委员 希望部落能够讨议 就是可能细节就是在跟十一个 十一个委员 对 能够真正在招开一个委员 那前提就是希望能够统议 就是让我们有机会 把这个都放在阿令的专辑里 然后发行 让很多人可以听到那个音乐这样子 罗夫倩一再强调 早期部落文化资产大多属于集体创作 对于相关著作权不是很了解 也不是很重视 造成许多珍贵文化资产遭到借用 希望借由这次事件 重新让部落了解 透过完整机制 提升对著作权法的认知 找回属于部落的共同文化资产 记者物贵台东市采访报道